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閉路電視片段可以見到 一輛七人車直撞向路邊的投人和貨物 但七人車沒有停下,更後駛離現場不顧而去 現場是游麻地果欄 星期六晚,這輛七人車 沿游麻地窩達路往大國際方向行駛 突然產上行人路,再向桃人和果欄 再往渡船街方向逃去 放在路邊的水果,被撞塌了 據了解,有兩輛陀伯李損位 估計損失大約五千元 警方正在追蹤那名涉案的司機 而在車窟裏面,一個有兩男兩女受了輕傷 他們的年齡計乎28到31歲 全部人清醒 由各戶車分別送到伊莉莎白醫院和果華醫院治理 都開了抽濕機 櫃桶裏面的衣服 總共吱吱吱吱吱爆爆還煩惱 幸好有吸濕大笨象 四合一防蟲吸濕包 方便攝影孔孔孔孔孔孔 靈活吸濕,怎麼吸都得 中防蟲 Tesla後座的車窗整塊跌在地上 車主就報稱不見了一個車背袋和一個背囊 警員就在現場調查 據了解,車主星期日早上9點多 來到大角咀海庫院的停車場地下拿車時 就發現整塊車窗沒有了 懷疑被人爆隔,於是報警 不見了的背囊裏面有六千多元現金 六千元的超市現金券 和幾百元其他商戶的現金券 至於另一個車背袋 就有身份證、回鄉證、發達通 信用卡、提款卡等等的個人財物 案件仍然調查,暫時未有人被捕 貨車由撕碎出來後沿著窩打路到左線下車 這個時候的士就一直跟著在他後面 來到農場院對開的彎位 貨車就已經45度飄移 想搶回唐太可惜已經失控 最終就來到上橋位之前,反了車 都不知算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美徐原來還有一部救護車 幫緊你,幫緊你 我猜到他會反 我猜到他會反 所以你也很小心 這一宗意外發生在星期六晚大約十點多 而車鏡片就來到星期日在網上流傳 貨車司機當時受輕傷,他一度被困 獲救後拒絕送丸 這位女士只是在商場路過就中了頭獎 她事後由救護車送丸,可以自行走入急証室 事發地點是佔沙咀尼敦道的美麗都大限商場 星期三早前九點 市主走過路過,突然有一隻玻璃杯 在商場中從天而降,扔中她的頭 現場也留下玻璃碎和一片檸檬 相信是由平台跌下來的 警方正是調查事故的成因 新一年好多東西都加價 耳光速差文明的佐敦奧偶 由星期五開始,加價大約一成 也有熟客認為,以奧偶的食物水準來說 成價比已經撐贏其他餐廳 至於無名而來的遊客就更加無所謂 其他無上鏡的遊客都說 奧偶在台灣和韓國都很有名 更加是香港的必食餐廳之一 加了一架刀要來試試他 近來有不少人都選擇離開香港 但都有不少內地人打算來香港找新的機會 這一個專為高材計劃來港人士舉行的招聘展 星期日一組就吸引了不少內地人入場找工作 現場有六十多間公司參展 亦有二百多間公司在網上接受申請 提供大約三千個職位 有原本在內地從事房地產行業的應徵者就說 香港工作的薪酬、福利、發展機會都好過內地 因為我之前在內地其實我畢業不久 然後可能薪酬大概是在二十到三十左右 那過來香港的話我覺得應該 我比較期望在五十左右會比較理想一點 過來香港這邊就是居住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是很方便的 這個成本還是比較高 也都有從事金融業的應徵者認為 香港的環境比較開放和包容 主要對工作的一個想法有兩點吧 一點就是可以達到那個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然後第二點的話就是希望自己能有那個比較高的成長空間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到長治開幕辭時表示 目前已經收到七萬宗高財通計劃的申請 大概有5.5萬人獲批 有4萬人已經來了香港 政府會盡力為他們做好配對工作 而舉辦今次展覽的香港高財通人才服務協會就說 期望這批高財他們盡快開香港運到工 能夠為香港人力資源帶來新的動力 消防員即場為傷者急救 我說的傷者不是人類而是這些貓貓 星期日下午葵沖德昌大廈的單位發生火警 耗出大量的濃煙 當時單位裏面有多隻貓被困 消防出動一隊煙舞隊和一條校章火救息 大批大廈居民疏散到附近公園站臂 警員在現場協助維持秩序 消防員最終在攝氏單位救出他們 部分貓需要帶上氧氣罩 又為他們急救和安撫他們 外協在事後派完到場支援 一共接收了八隻貓 其中四隻需要當場急救 據了解當時有兩隻貓逃出窗外面 其中一隻黑貓懷疑體力不知而墮樓 據知單位的抽油煙機墳位 真正的起火原因仍然在調查中 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星期六通過 免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曉明的職務 二年已經超過六十歲的張曉明 由八六年起在港澳系統工作 2012年出任香港中原辦主任 其間經歷佔中 佔領中蘭 正式啟動 好 怎麼看這些示威 太陽做什麼 西環不自搞 但是西環要進職 要把中央 助於我們中聯辦的職職 旅行好 2017年他回到北京接替黃光亞 出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直至2020年的2月 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 升格為領導小組 由夏寶龍出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張曉明就被改任為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到2022年 他獲任命為第13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去年3月再續任14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直至星期六 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 他被免去職務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 所以央視在新聞聯播當中 仍然以同志來稱呼張曉明 令到外界好奇 他會有什麼新的動向呢 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曉明被免職引起外界關注 多名的港區全國人大和政協代表 在啟程前往北京出席兩會之前 都被問到對張曉明免職的看法 我是尊重和信任中央的人事變動 亦都相信人事變動必定是一個綜合考慮 對我們未來工作相信是有一個實際需要 國家的正常人事變動、安排、人盡奇才是一個整體 而且我們國家這麼大 每天都會有很多人事安排去進展 這方面我們覺得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中央的決策 其實不止人大政協對這件事統一口徑 我們其實由星期六開始 亦都聯絡過本港多個建制派政黨的人事回應 綜合他們的反應都是未知詳情 和覺得可能另有工作安排 暫時不適宜評論 機管局近幾年在機場一帶種植各類的花位 成為不少市民的打卡熱點 其中古墨園的黃花蜂苓木就在上星期六開花 不過突如其來的寒流令花期提早結束 我們在星期日來到這裏 只剩下幾棵樹有零星的黃花 沒有黃花蜂苓木不如來個室內賞櫻 在機場客運大樓裏放了十二棵楊貴菲櫻花樹 雖然已經見到有些綠葉不是全部都是粉紅色 不過望真一點 雪上有不少淡粉色的櫻花都頗美的 花很美、很吸引 顏色很吸引、很美 很簡單 倫敦比較少見 少見 都是的 難得不需要去到日本 亦都不需要擔心天氣 就可以在這裏看櫻花 大家都把握機會 多拍兩張美照留念